好啦,我們來看最後一個立體跟練習 10公克零度C的冰,放在絕對良好的杯子裡面有30克零次度C的水平衡後水溫多少 跟前面一樣,兩路相接觸,最後必達熱平衡,溫度會一樣,就是熱平衡的溫度 會熱平衡的原因是因為熱量會轉移,從高溫轉到低溫 轉移的時候,熱量不會平白衡的多出來或消失 所以放熱等於吸熱加散熱,絕熱良好就是不會有散熱 那怎麼算熱,M,S,D,R,T跟M乘以Q,就分段算 那麼這裡呢,水就直接降溫了,40度C的水直接降溫 可是冰有兩段,要先從零度C的冰變成零度C的水 再從零度C的水升到T度C的水 所以,放熱的是40度C的放熱,M,S,D,T,高溫減低溫,40減T 旁邊的冰塊呢,就要先融化 所以M乘以Q,10乘以80 加上一個升溫,零度C的水升到T度,M,S,D,T,10乘以瓜乎T-0 OK,這樣子 理化結束,後面就算數學 好,把它認真的算完,答案就出來了 這邊有一個問題,就是 如以前學測,聯考年代出過一次考題 第一次這樣出,第二次換成別的方法出的時候 第二次的出題,那個冰塊沒有全部融化 所以答案對跟第一次出的答案不一樣 那這個呢,冰塊也可能沒有全融 那你,如果你這樣算,答案會變成負的 答案會變成負的 我講過,如果負的怎麼辦 就是零,OK 所以就像這一題 這一題你算出來答案會怪怪的 你算出來答案會 不是那個,不是那個正常的答案 你就知道,他應該選擇誰 OK 三十公克零度C的冰和十五公克一百度C的水蒸氣混合 對水蒸氣而言,有個一百度C的水蒸氣變成一百度C的水 再從一百度C的水變成T度C的水 對冰而言,有個零度C的冰先變成零度C的水 再從零度C的水變成T度C的水 OK 然後把它做完 答案 來 二號 三人四號 二十六號 三人四號 三人四號不賽 那就二十七號 上來 三號 三人四號 兩層 五公eron 幾十五號 那你寫下一號 你看她的黑衣服在啊 那個寫我不問是誰啊 還有一個女生不是嗎 上來啊 那你寫我不問 對她 看她的選算是多贏 唉 你們不斷的向老師證明我們的教育是失敗的 不會吧 好 好 答案160嗎 答案100 好回家 不錯 這個寫的這個15、500是什麼意思 水蒸氣變成水 這什麼意思 100度C的水變成T度C的水 這個30X80什麼意思 0度C的冰變成0度C的水 這什麼意思 0度C的水升到T度C 所以基本上劣勢 所以基本上劣勢算是對的 所以基本上劣勢算是對的 基本上劣勢算是對的 基本上劣勢算是對的 兩物相接住必達熱頻的溫度會一樣 因為可以高溫到低溫 放熱會等於吸熱加散熱 怎麼算了這樣算 所以 第一個 放熱 放熱的是100度C的水蒸氣 所以要15X500是 這個是從100度C的水蒸氣變100度C的水 加熱從後面的15X1乘以瓜湖100-T 是從100度C的水降到T度C 旁邊叫吸熱 冰吸熱30X80是從0度C的冰變成0度C的水 然後呢30X1乘以瓜湖T-0 104從0度C的水變成T度C的水 MX2RT 算 160 超過100 為什麼 因為那個水蒸氣並沒有全部都怎樣 怎麼樣 你30X80才2400耶 30X100才3000耶 所以總共只要5400卡就夠了 就夠讓你0度C的冰變成100度C的水了 那只要10公克的水蒸氣凝結就可以了 你算了15克全部凝結 所以太多熱了 所以就超過100 所以答案有多少 100 表示沒有全部凝結 所以 就是100 所以答案選A 所以我跟你講過了 照我的方法算 答案如果小於0 答案就是0 答案如果超過100 答案就是100 你可以不需要事先判斷 冰塊會不會全容 或使人劇會不會全部凝結 算完就知道了 當然如果你要先檢查也OK啦 你要先檢查也OK 那也可以 看你怎麼做都可以 就是我們的練習13 可以嗎 可以 很好